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五大我们第三个任务 今天第三个任务是要讲一讲度这个词 我们发现其实我列出来了一些句子 我们差不多在学了这么长时间的法语以后呢 遇到了很多dou 这还有一个machédou的话 我写出来 你现在先看一下这几个句子 C'est doux Dou les jours Voilà Nous sommes doutes Nous sommes doutes 对 这是什么 Chinoise Chinoise Très bien Machédou doutes Dou doutes Dou doutes 咱们先说下边这个machédou doutes 是我们早就学过的一个是不是 我知道 您就一直直走 du表示的是一种程度 OK 一直直走 完全的全部的一直的走 OK 它这是副词吗 它是一个副词 Voilà machédou doutes 就一直走 dou是一个形容词 du修是它完全的直走 OK 一直的直走 那我们再看dou les jours 和这个dou呢 dou les jours 每一天 这个dou应该是什么 Exactment 是个形容词 是全部的 每一天的 OK 那你再看这儿呢 这句话是怎么用的呢 比如说你 Voilà 你买东西 Voilà 就说还要吗 还要吗 你买东西是不是 你买东西 我说 Madame C'est la jupe goutes 52 euros 这裙子52 euros C'est du 就是你全要吗 就是这些吗 还要别的吗 C'est ça Voilà C'est ça 就是这些 C'est ça 就是这些 所以C'est du 这个dou是一个代词 它只带的是所有全部 OK 它只带的是一个所有全部 还有这句话 Nous sommes doutes Chinoises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 全部的我们 都是中国人 Nous sommes doutes Nous sommes doutes 所有的 都是Chinoises 那这个dou是什么 这里面的dou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代词 代表全部的人 这个dou做的是Nous的同位语 Nous sommes doutes Chinoises 所以是dou它有不同的词性 你现在只要记住有这些说法就好了 C'est du 这就是全部吗 dou les jours 每一天 Nous sommes doutes Chinoises Marché Douloi 你记住这四个例子 就对于dou的学习就很容易了 OK OK 太好了 下面的时间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dou这个词的用法 dou这个词呢 我们之前也学过了对吧 比如我们最开始听到dou是tou les jours 刚刚我们有说过了dou la matinée 一整个早晨 dou les jours dou呢 这个词 首先它可以当成一个形容词讲 在这里面dou dou就是形容词 OK 它最原来的形式呢 是dou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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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它变成负数的时候 把dou去掉变成s dou les jours 当它变成 阴性单数的时候 把dou后面加一个dou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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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阴性的负数的时候呢 要写作dou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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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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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女孩 dou dou 形容词的时候 它的一些用法 它一共有四种形式 发音是 注意这块 这个度 它的发音是 度 度除了当 形容词讲 它还可以当什么讲呢 它还可以当 它还可以当带子 度还可以当带子 比如说 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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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的度是带子 就是一切 一切都好吗 代表的是一切 饭指 它是一个饭指的带子 都外边一切都好吗 OK 它的复数形式呢 比如说 他们的为说 他们是一个词 他们是我一切都好 他们是一个词 每个词 都走了 带来 这个词 都呢 是代词 代谁呢 bole et alicia douce 注意这块这个dou 当它是一个代词的时候 它这块的douce 要发音 这个s要发音douce 但是这里面的dou les jours 这个dou s不发音 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 这里面要发音是因为它是一个代词 OK ils sont parti douce bole et alicia OK 再次的话有一种形式 dou va bien 都好吗 第二种呢 复数 OK ils sont parti douce bole et alicia 第三种形式 elles elles sont parties toutes douce 吴娜 a alicia OK douce 这块为什么是douce呢 因为它带的是两个女孩 所以是阴性的负数 这个翻译是douce 注意吗 跟这个形式是一样的 douce 所以说当dou 变成了一个代词的时候 它一共有三种形式 阴性 阳性 和阴性 都用dou 它是一个泛指 dou va bien dou好吗 它还可以是做一个阳性负数的代词 ils sont parti douce bole et alicia 它们两个这里面只要有一个男的就要用到douce 就要用到阳性负数 douce 阳性负数做代词 alisson parti doud 阴性负数做代词 una et alicia ok 所以说dou呢 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代词 但我在这里面还想给信有余力的同学多讲一点 dou还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都学过 dou可以做负词 我们在应该是第十课左右的时候 学了一个 gongi nui du dou dou va 意思吧 gongi nui du dou dou va 它表示的是一直 一直 直走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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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 adverbe 修饰的是 直 直走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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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dou dou dou 我们经常会遇到 dou dou deeply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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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dou dou op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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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一点 当带词的时候 阳性负数 都是 是发音 当是试用词的时候 tous les jours 都 是 不发音 明白吗